梨字,這梨字筆畫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來寫的時候要配置的剛剛好 我們從最上面 小心這個也是要對稱 對稱的寫 再來第二個筆畫 都是對稱的寫 都有要一點點 齊筆都要一點長封 再來寫長,這個字畫不要太長 再來左邊,先寫左邊 再寫右邊,每一次都要注意這個對稱 左邊寫完,右邊要特別留意 再來先寫右邊齁 右上角這一個,有點小弧度 然後這是一個橫畫 再來這是,要小心先寫到這邊 因為很長,先寫下面的這一個 接起來要注意,接的時候要接 盡量接到無縫接軌這樣的感覺 然後寫中間 所以剛剛在寫這個時候 這個間隔距離就要注意了 整體的一致性 寫到這邊,其實是連續動作 剛剛為了解說,所以停下來 有一點點向外的一個弧度的表現會比較好看 再來寫這一個橫畫 注意看這邊要有所保留 所謂有所保留,就是保留 讓等一下要接的時候這裡 這弧度要把它做出來 所以這時候也是從裡面這樣接過來 這樣子接起來 這個弧度上會比較完整一點 它有時候沒有不小心做出來 但是我們要它絕大部分都是接得很好的 再來寫裡面這個牛這個 因為這是鋁是牛的步手 所以擺在這邊 寫這裡面也是要小心每一個對稱性 間隔間隔 中間 這要注意 先寫橫畫 橫畫 短短的不用有弧度表現沒關係 直畫要拉直 因為這是這一個字的主幹 絕對不能歪掉 這是鋁字 是鋁字 是鋁字 是鋁字